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回東南向 然後客廳和餐廳一起 錯過了深圳華僑城 不要再錯過兆慶華僑城了 三十多萬人就可以擁有一套華僑城天國寶 還可以早分期 是不是真的這樣想呀 快跟我們看看 現時在座面積有35至63平方米 餐廳、客廳、獨立分區 空間使用性超高 乾塞燈離的衛生間 三件套齊全 輕鬆容納兩人同時使用 廚房採用開拉門的設計 還可以使用明火 這套單位最驚艷的地方 就是主人房的景觀 拉開窗簾 即可感受得到 童話裏面的世界 一路之隔 就是華僑城投資最大的 相當於1.5個深圳森羅谷 大灣區西部最大的主題樂園 卡洛星球 建成後 預計年遊客量可到達400萬人次 5分鐘可到達高鐵紹興東閘 回到香港尖沙咀 只需要80分鐘 灣區華僑城 月板細積70年產權住宅 還可以選擇品牌酒店 無優客館 回報率高達2.7厘 高液價樂園資產高鐵物業 即買即升值 香港展示廳獨家代理 我們V家還可以幫你做分期面飾 手快有手碼沒有 想要更多 快點下去你的電話咨詢 好了 上一集就看到了我們 有幾個戶型的介紹 今集就來到我們實地的陽板房 來看看這幾個戶型有什麼特別 特別是福色單位 現在看看89方 三房兩批兩圍的一個戶型 首先要跟觀眾說一件事 這個樓盤是賣無批的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裝修到 就沒有了 但我們可以看看現在的整體格局 方面的佈置 入門口就算是一個入戶的位置 大了是一個算是鞋櫃的位置 所以到時候都可以做一個全面的鞋櫃 然後這個戶型89方 其實它就是屬於那種比較傳統的戶型 朝回東南向 東南向 然後客廳和餐廳是一體的 所以整體來說 進來之後都可以看到 89方一點都不小 我覺得都挺闊綠的 然後後面就是帶了一個鞋櫃 鞋櫃的位置我覺得做得比較大 而且它是帶了一個鞋櫃的 有一個窗在這邊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你進來的感覺都不會很暗益 接著一個雙開門的雪櫃位 到時候都可以看自己的位置設計 然後裡面看看房間 這一套都是三房的單位 而且都是帶了兩個洗手間 公共廁所的位置都可以看到 一些都不小 然後有三個房間 這兩個房間可能比較小的就是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我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都是七個房間到八個房間 但是如果做一張偷偷買 我覺得會比較好 目前它這一種是做了一個一米二的床 在這裡可能比較小 但是到時候如果做個偷偷買 連買這邊的書桌位置一起做 我覺得空間的方面會更加好 然後次我這邊都是朝回東南向的位置 這個房間就不小 現在放這張床就是米五床 然後這邊是預留了一個衣櫃位置 到時候都可以做衣櫃 所以整體空間我覺得是比較不錯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就是套間 也帶了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的空間來說都比較大 然後整個主人房的面積 我看了一下應該大概是12個房間 所以它整體空間比較大 而且一樣都是朝回東南向的一個朝向 帶了一個全景的飄窗 所以採工面我覺得都不錯的 這一套 整體護形來說手尾比較緊湊 但是畢竟是80個後方的單位 而且可以做到三房兩位 三個房間兩個洗手間 都比較不錯的 我們看看下一個好嗎 好 第二個我們帶大家看看 我們104方四房兩廳兩位的一個護形 同樣的我們的發展商交流時是無批交流的 是的 可以看看我們入戶之後 我們右手邊都是做一個鞋位的位置 左手邊呢 就是多了一個書房的配置 其實這個護形它整體就是屬於這種橫廳的設計 所以房間全部都排在一旁 然後這一片南向這邊就是我們的落地窗 以及陽台的位置 所以它整體都屬於一個臨不通透的一個護形 而且可以看到104方可以做到四個房間 而且客廳餐廳的位置我真的覺得很大 因為它畢竟用了一個環境的設計 沒錯 所以整體進來的感覺就很不一樣 由書房過來這個就是公共洗手間 公共衛生間 還有一個房間就在這裡 嗯 是的 然後再往前看就是另外兩個房間 它基本上自我的空間來講都差不多大 是的 基本上去放一張賣五床 以及放一張衣櫃位置就足夠了 而且很市政很市政 基本上沒有什麼浪費的位置 主人房就特別大了 其實它這個主人房做了一個比較貼心的設計 它在這個位置做了一個算是衣服的空間 所以它放置衣服的位置比較多 男主人女主人一人一個 是的 沒錯 這邊就是一個大套間的 是的 而且房間的空間都可以看到 床的位置擺放都很大 放一張大床下來之後 空間兩邊都是有床的 現在這張床也是賣五床 但是如果說放一張賣八床 我覺得是絕對空間足夠的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家裡正常來說 其實不會放這一種貴的位置 如果把這些貴的位置移開之後 這邊的空間來講其實是很寬的 這張床可以放過來一點 沒錯 所以這個104床我覺得整體的實用 比98床更高 因為畢竟一百零幾床做到四房單 的確是很稀缺的 再加上又是橫廳的設計 有興趣可以看一看這一套 下一個重頭戲了 帶大家看一個複式的單位 是的 來到我們重頭戲 是的 這套單位 家晶很喜歡 因為我剛才看到它的實用極高 好恐怖 真的極高 我們先進來看看 進來這裡有一個入戶花園 到時候它交樓其實是這樣 因為它這個位置屬於一個房房門的位置 但是它單獨進來之後是單獨一戶 所以這個空間其實是相當於自己家裡用的 有些觀眾可能說把鞋櫃 或者日常有小朋友的玩具車 放在外面這個位置 真的比較不錯 而且這邊這個位置是帶了窗的 就不會進來之後覺得很暗 還有雲暗契 彩光也很好 沒錯 那就進入飲品看看 這單位是126分 這個用圓瓶墙館 變成 dog殊 在這裡台灣裏設了五個房間 對 到時候有aleb革守後自己的選擇 因為無enz房間 它不能規防 所以是變動性很大 只是看自己的設計 左边是一个公共卫生间 右边是鞋柜位置 鞋柜位置可以做储物柜空间 摆放一些东西方便可以 客厅有双揚桌设计 对流通透 126方单位客厅做得很阔 而且两边带了两个桌子 真正正做了南北通透的壶形 所以整体的空间来说 我觉得这套是否白衣 看起来好像不止 这边就是厨房的设计 厨房也做得很大 厨房的空间可以看到 完全做了一个幽形的设计 整体来说是一样大了一个窗 而且空间真的很阔 看起来跟家政两个人 站进来之后空间多大 三四个人煮饭都没问题 这些空间 交楼的时候其实这一幅墙是可以不要的 如果这幅墙不要 这个空间就大很多 你可以做一个超大的大房 一楼都可以的 或者说有些观众如果想说客厅做大一点 也可以打了这个房间 直接做出来一点 这样你的客厅空间更加大 所以这个位置的设计来说 看回自己的需求 是一个设计 126方的一楼 现在的设计是两个房 到时候去做一个房 或者做到一个大房也可以 当然如果是我的 我们肯定全部打厅 打厅 没错 那我们上回二楼看看 首先观众看到这条楼梯 其实已经是很阔的 是的 真的很阔 很阔的 一个126方的设计 做了一条这么阔的楼梯 是吗 是的 上来 这边就是做了一个三房 二楼这边 整体的空间来说都做得比较大 我们先看这边的次我 次我的空间来说 这个房间也有十多个房 所以说你放回五床 放回一楼梯的位置 都是空间足够的 而且它是做了一个楼梯 算是 然后二楼 目前是设计了两个洗手间 有一个公用的洗手间 和一个套间的位置 就是看到时候自己的选择 这个位置也是做了一个房间出来的 这个小房其实都可以的 这层床肯定是小一点的 但是它有个凹位 到时候你可以做一个衣柜的位置 这样空间就没那么浪费 然后买一张大床 要这个床头柜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个房间 然后最后就是主人房 算是 这个主人房它是做套间的 空间来说真的很大很大 我们的洗手间的位置 林浴的区域都有做了一个飘窗 而且它的主人房是做了一种全景飘窗 所以空间进来的感觉真的很大 很长很大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三楼的门房 整体的彩光面真的很棒 完全没有遮挡 没有遮挡 所以整体的彩光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126个房 整体的设计可以做到五房 三个洗手间 就可以买到 这一套真的很实用 基本上 如果说是正常126个房 可能做四房就已经很紧臭了 可能在房间那方面 但是这边 为什么它的空间可以做这么大呢 就是因为它的复式单位 它有震送面积 真正正做到了超百分百的实用率 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大的亮点 而且最重要它的楼高 它不会因为复式 强硬强开一些位置 而弄得楼高很矮很低 很压迫 但是其实是正常的楼高 因为它不是属于那种顶楼 幅式强硬强开来的 它就是整栋楼的幅式单位 全部都是一层两层 一层两层这样 这样一套一套上来的 所以每一套它的层高 都可以达到两米八多个层高 就是每一层 所以都是标准层 进来不会有任何一些暗一禁 所以这一套单 我觉得真的很舒服 如果想要这种 住宿真舒适感 强一点的 这个户型 我觉得绝对是不严自善 实用一点的 没错 我们海伦堡这边 交楼都是去到 24年5月份 没错 再提一句 我们刚才看到的 所有的阳板间 都是无披交付的 没错 我自己个人 特别推荐我们现在这个 126方 一个複式的设计 是 其实我觉得 两个户型都蛮好 三个户型 因为它整体实用率 都算非常高 所以说 都是看个人的需求 但如果 都是需要到大面积的单位 120方以上 这个单位 大家真的没有错过 我觉得 最重要是 你就可以自己装修 做你自己想要的设计 亦都可以 找回我们装修王 做一个全面的设计 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楼盘 整体的性价比 真的非常高 我们再报一报价钱 对了 看回这个楼盘的价钱 目前整体最售的均价 只需到13000元左右 13000元 13000元 买到湖深深城 真真正正回到了100年的价钱 说真的 100年前的价钱 是的 很恐怖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就撥打我们以下的号码 是的 或者Whats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 下一集我们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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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